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一个大豪宅 这个确实真的是很豪 很美 这个我客户正在里面看房 然后我就过来拍一下 然后也可以就拍给他太太看一下 然后看大人 大豪宅的占地两个acre 位于休斯顿舍格兰唐城的富人区 非常美 真的是美得惊艳的那种美 我今天应该带着航拍设备的 大豪宅不带航拍设备 就那个 哇 thank you sir 然后进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 大玻璃 玻璃外面就是它很美很有feel的一个豪宅气质的泳池 这边看就这种感觉 豪宅 细致的装修就表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壁炉 这种花纹的设计 这豪宅主人的照片我就不方便拍了哈 不太好 然后他就是一个中东的一个主人 真的是好美 哇 看见到猫猫 喵 哇 这个猫的品种我都喜欢 嗯 土豪就是不一样 哇 你 so cute 哇 感觉就是贵是吧 就是你看猫子感觉都贵 哇 哇 嗨 我还是专心拍房子吧 不要拍猫了 一进来 其实先是高挑的听 然后分左右手边哈 我们先从右手边开始看 漂亮的壁画 当然这个不会留下哈 这个窗帘会留下 哇 煮餐厅 get到豪宅的感觉了吗 嗯 虽然这不是我拍过的最贵的豪宅 也不是我带客户看过最贵的豪宅 可是 他的装修让我觉得 真美 漂亮的吊顶 然后包括这个墙 真的我心虚了 知道吗 所以拍豪宅的时候 解说词都显得小心翼翼 就不用说了这些灯哈 这个很贵的灯 各方面都很贵 那处处体现出豪 然后还有漂亮的这个窗帘 你看做的都搭配的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们用红色金色的色系的感觉 会让人感觉很土 但是豪宅就不一样了 就只让人感觉很豪 又不是中国土豪的豪 是真豪的豪 然后呢 我现在你看我们要往一进门的左手边走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漂亮的这种楼梯 可是我们现在先不往左手边走 我们先去右手边走 因为豪宅太大了 我一定想拍的比较有顺序感 然后我们现在是右手边走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哇 刚才看到是什么都忘了 被酒棍惊咽到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主餐厅 主餐厅的旁边是酒棍 我们现在从主餐厅开始走起 好主餐厅又回到回到了刚才的位置 然后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吧台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酒棍 就是有很多好的红酒啊之类的 都是放在这儿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它的厨房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哇 这个 我的客户已经惊叹了 因为我们今天带客户 看了好多大房子 这是一个很扯得上到的一种设计 冰箱镶嵌似的 扣在了里面 这样的一个冰箱 那这是一个镶嵌似的冰箱 然后外面都做了 哇 好重 然后看打开里面是冰箱 呀 那它的储藏间 里面走是储藏间 储藏间再往里面走 还是储藏间 储藏间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洗衣房 没有开灯 我先不过去了 我先从这边开始 这个猫咪太漂亮 然后炉灶啊这些 这边呢就是主人很私密的一个会客厅 我再这么小声说话自己都要睡着了 一个非常私密的会客厅 嗯 私密的会客厅的旁边 有这样的一个 女主人办公用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就是洗衣房 那没有开灯呀 然后刚才我们从那边走 是从它那个厨房储藏间过来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美国很多的豪宅呢 它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traditional的系列 就是特别的 就是老美风情的那种 欧式风情的 像我今天看到的这种 另外一种就是简约的系列的那种 嗯 我们拍过很多的 比较新的豪宅简约系列 然后这种呢就是属于 哎 就一看就贵的那种 系列的豪宅 这边有个楼梯 我们先不上去 先从这边走 去我们一楼看完了 我们再上楼 这边 这个门是出去的 就是洗手间 呃 出去的门旁边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是方便 游泳之后 过来洗漱一下了 因为 你看它这个 按钮啊 都是这样的 都是电子的 这种按钮 一打开 洗手间 然后往这边走 就是马桶 然后再往这边走 淋浴间 啊 没毛病 连洗手间的这个贴皮 它都不是壁纸 是一种麻绳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 咕噜刮文了 然后家庭的一个 智能控制系统 然后呢 外面的泳池 这个泳池的感觉呢 就是很贵 虽然我也是 见豪宅无数的人啊 但是看到这个豪宅 还真是觉得 挺漂亮 我们现在上这边来看看 这边呢也是一个客位 嗯 这种装俗比较好的豪宅 从每一个厕所的风格上 你都感觉它有区分 这个洗手间的风格 就属于另外一种风格了 然后贴的壁纸 也是另外一种颜色 然后包括挂的这些小画件啊 再包括地面的瓷状啊 每一个细节都有变化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到了一个主卧室 一进来 这个房子很大 一万多个score fee 所以房间那可能是非常的多 这是它的主卧 然后主卧这边的洗手间呢 那简直是很富里堂皇的 嗯 豪宅豪就豪在厕所 是吧 就是厕所比任何一个地方花钱都多 漂亮的圆形浴缸 当然了每一个豪宅的风格不同 有的人如果很喜欢 简约式的那种豪宅的话 嗯 就可能不喜欢这种Traditional 但是这种Traditional 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 真的就是 就是供电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小工具了 这辈子能住了这么大的豪宅吗 嗯 当然是否定的 不过 我很多客户住得起 哈哈 然后再往这边呢 就是一个马桶间 然后马桶间带着窗户 并且窗户都做了十五百页窗 这个在豪宅当中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因为都很毫了嘛 哈 就不用说哪个地方花钱多 哪个地方花钱少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是一个男士的衣帽间 但你要说 在普通房子当中 我可能就会说 哪个地方升级了 哪个地方花钱了 哪个地方值得 哪个地方又不值得 那豪宅就不一样了 这是另外一个衣帽间 然后呢 我们过来看一下 从另外一个衣帽间往里走 还有一大块地方 这也是 哇 女主人的衣帽间 真的比我的房子还大 哇 可以了啊 中东土豪就是 好 好 现在呢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看 看得我木凳口袋刮木相看 在楼梯的旁边 就是一个书房 哇 这样的一个书房 也没开灯 哎 但是挑高挑的也很高 就是感觉整个房子就 保养的很好 跟博物馆一样 它里面 哦 都放了很多东西 很多厨子 但是也没开灯 这房子两千年了 所以一点都不旧 每个东西感觉都很新 嗯 上来之后咧 那边有好多房间 我们先从第一个房间开始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房间啦 然后门口 是一个洗手间 好吧 这个洗手间比很多房子的 主卧洗手间都大 然后它这有个天窗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 然后再往里走 这应该就是他们家姑娘的房间 所以是这种感觉 啊 这么喜欢斜啊 它二楼还有一个错层 但是其实二楼这个错层啊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就是活动一下 或者看个书 这种感觉 然后呢 这边 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边是一个感应灯的那种 是一个感应灯的那种 走了 哇 嗯 妖零 然后再往里走 这个房间是 哎呀天啊 另外一个卧室 然后它是有楼梯的 也是有二楼的 这应该是男孩的房间 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 有点乱哈 这画了一个非常大的壁画 一看就是手工画上去 然后二楼 这样的 二楼也一样有一个 写字台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 然后 这边有个洗手间 没开灯 哎呦 不知道怎么开他们家的 过来有个洗手间 洗手间这边 是一个淋浴间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衣帽间 也是感应灯的 衣帽间 然后呢 太大了 真的是拍好久 这个 太大了 然后在这边呢 又有一个房间 这个每个房间都 超级大 这个房型的设计真是 你看它的洗手间 规格都差不多了 洗手间的规格 然后 这是一个gameron 二楼就有点搞得给乱七八糟的 好多人家里的二楼可能都是这样吧 然后这边是一个看电影的一个区域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 阳台 阳台旁边 依然是一个洗手间 马桶建设客位 然后我们去阳台就直接可以看到院子了 打开门 然后这样一个阳台 来 我们就可以在这阳台上好好看到的院子 这是院子的其中一小部分 这边是泳池 然后呢 然后往那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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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泳池 好 然后刚才呢我们是从这个门出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门进去 就这边这个门 这个门进来之后它还有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的楼下是什么 待会儿我们去看看 你看这个房间还有放微波炉啊什么 小冰箱的地方 然后这个房间的楼下 下来 真的拍豪宅拍了 我现在不晕了 这是 哇 这就下来了 这就是另外一部分 然后 一出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padeo 然后有室外厨房 真的完全晕了我 然后这边是一个padeo的房间 然后这边就是漂亮的院子 哦 然后 这个房子就看完了应该是这样子 好啦 这就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所有的地产很兴趣 或者对我爸的这些豪宅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D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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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